中國現在開始賣 連這個習大大腳下 這個北京看起來都出狀況了 當然啦 那個在今天傳出來 前幾天傳出來說 北京的清風包子鋪 傳出疫情有兩例的那個 本土疫情案 本土案例 那清風包子店 大家可能忘記了 2013年我們習大大 跑去那邊不是 還去跟那個小朋友 對 莊君明跟他們吃包子 吃得很高興 後來這個清風包子店 變成那個什麼 網路必收名店 每個人去都要吃主席套餐 那後來你看現在傳出了疫情 對不對 人家就說 原來這個包子有毒 而且毒源就是習包子 所以看出來 那你說北京現在疫情 到底有多嚴重對不對 那現在暫停受禮批准兩節期間 因為接下來我昨天有強調 接下來的春運 又是全中國一個大運動 對不對 大移動的那個狀態 那你現在你看 現在兩節期間 你要舉辦的大型營業性的 演出活動全部都不准 對不對 你說這個時候 為什麼會突然間冒出這件事情來 告訴你說 這個疫情再起了嘛 而且在天子腳下 開玩笑 這個疫情怎麼多嚴重 就是這樣 最近北京又發現很多小區有沒有 包括那個北京清華大學 他很誇張啊 你現在學生不能出門喔 不要出校喔 學生不能出校 當然啦 你要出校 你說有事情 家裡真的非得要出校不可的話 你要出校門要經過審批 還要審批 而且你出去之後 你要回來對不對 還要七日內的核酸檢測陰性的 你才可以再回來 你不覺得一個大學他可以管制這麼嚴格的話 那就表示北京真的很嚴重啊 對啊 那除了這個北京之外你說現在那個大連 沈陽我們之前也在講說沈陽大連 這個地方也很嚴重嘛對不對 現在告訴你說你看 樓門跟車門都全部要貼封條 車門也要貼封條 車門更誇張的是 他們之前有那個貨車司機有沒有 我載貨出去之後啊 馬路上有沒有 我馬上就把你車門貼上封條 啊 開到一半被貼封條 而且你還不能開車門不能開窗戶喔 那上洗手間怎麼辦 洗手間你就輪到 看你盤空夠大還是說你要帶一個東西 在上面裝啊對不對 哇 我就跟你講說這個疫情真的很恐怖 你會發現你看那個封小區封城門 那個封門有沒有 這不是之前的畫面喔 是這幾天的畫面而已喔 這不是今年年初武漢的那個事情 不是三四月四五月那個時候 現在連大連又開始了 而且他們現在把之前蓋了他們最引以為要的 就是方艙醫院很多有沒有 他們現在把所有的方艙全部都拆下來 設備全部運往大連 那怪囉 嚴重喔 對啊 就開始 你看那個封小區貼封條 那個門 商店什麼東西 全部都幫你貼住 你就覺得說現在北京的那個什麼 大連的疫情對不對 一定嚴重啊 對 而且昨天還有一個那個大媽 這個在小區才誇張 中國大媽真的不知道死我對不對 他就拿著那個包包搖搖搖擺擺 要出小區去買東西 他沒有戴口罩啊 我們今年年初也看到很多畫面嘛 你沒有戴口罩出來 之前不是什麼無人機說 就是你給我給他滾回去 等一下有沒有 還有之前有一堆人穿那個防護衣 你看全副武裝的防護衣有沒有 衝上去就把你包圍壓制有沒有 要你命令你戴口罩 那可是這個大媽說 脾氣也很扭啊 你才有戴口罩 不會 你不是自己講說台灣 中國整個那個疫情可控可管嗎 那為什麼出個門買個東西又要蓋口罩 他就拿皮包就砸那些什麼 防疫人員 防控人員你看 我那麼大了還跟共產黨不熟你看 砸死你 你管我對不對 到現在對共產黨不熟 這也是很不錯的 可是你知道嗎 中國的衛健委他們現在專家講什麼 你知道嗎 你看這個疫情道路 滿路都是在消毒 這個狀況 可是衛健委在告訴你說 春節期間還是可以放心的返鄉過年 看那個在消毒的畫面 你敢返鄉過年 所以跟你講說這個真的是 他們講的話真的都是幹話一堆 好那我就告訴你說 我們昨天不是講到說中國缺糧嗎 缺糧的問題很嚴重 現在爆出來說 現在開始搶買大豆你知道嗎 而且他們官方就告訴你說 我就覺得說中國真的是幹話大國 你知道嗎 他現在告訴你說工需 自主工需 都是很平衡很穩定 大家不用搶 可是你知道嗎 今年我們不是講說前一陣子 他跟印度大買 買什麼碎米有沒有 對 他那個全米還不能買 還要買碎米 你看 跟死對頭買了 對 因為說實在印度人家米咋就賣光了 你還要跟他買整個買碎米 現在大豆也上漲 比去年同期 你知道那個大豆的那個 為什麼 為什麼要買大豆 你知道嗎 大豆很重要就是 大豆他還可以炸油 對對對 那個畜生也能吃 人可以吃那個什麼 生畜也能吃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大豆上漲 比去年同期漲了17% 另外呢 蔥薑蒜也全部都大漲 那包括玉米啊 玉米也是一些雜糧嘛 也是生畜也能吃的嘛 他比去年同期上漲 百分之三十一點八 你知道嗎 所以就跟你講說你現在 你告訴人家 講說現在供需自主的可以平衡 對 那你幹嘛買那麼多東西 你那個糧食為什麼會大漲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真的是講實話 不要再欺騙老百姓 對不對 好啦那我們就像 講到這邊 我就想到說那個 黃極蒂母精 那裡面又再講 對 我們要看一下展望一下 辛丑年嘛對不對 他都太歲辛丑年疾病燒分分 對不對 很多疾病的末端 到了末端 分分就到了末端 吳月桑馬好 對不對 金楚米麥針 對不對 看起來就都好的嘛 對不對 桑葉樹頭秀 殘孤治歡心 對不對 人民見蘇喜 可是他後面要告訴你 六處葬說尋 農業雖然恢復正常 明年的話就應該是好年長 可是他這個六處葬說尋 葬就是什麼 流行病會說尋 就是疊壓排除 愁處不前不進這樣 就告訴你明年換到你的六處 生處會有很多的一些 流行病對不對 所以你看 薪酬牛尾首 這是後面這兩句是那個補嘛 對不對 牛尾首高低甚可憐 就是明年牛年 你那個職位高的跟職位低的老百姓 你會很可憐的問題會很大 所以你在上面坐的人坐不穩 下面低層的底層的人民的話會痛苦 對啊 人民留一半 這句話比較恐怖一點 好恐怖喔 人民只留剩一半 不是啦 那沒有那麼嚴重 這個人民留一半 這個幾幾百年幾千年來 大家一直在研究這句話 到底是到底是真的會死一半 你每次六十年就死一半的話 那人類怎麼會到今年七十幾億 所以沒有啦 人民留一半是從前面這些 他告訴你講的這些東西的話 告訴你說可以那個什麼 農作物可以留下一半 是這個意思啊 快活好傷田 就是說明年整個整體的大環境的話 糧食農作物是可以恢復正常 可是比較擔心的就是這些人 高低甚可憐的這些人 高位的也要小心 位置坐不穩 而且前幾天 我們不是公佈了一張照片說 中國的那個 紙報 紙報怎麼都那麼多紙報 不是停電什麼紙報 不是我就讓我想到說 他們昨天那個那個苗博亞議員也講了 說是不是有人懷疑說 他們是在做什麼秘密武器 我就完全想到說之前那個趙聖夜 他們一個那個暗黑國師有沒有 他不是講說中國大陸如果要跟美國 如果逼急了我就跟你同歸於盡 他說他有三種方法可以跟你同歸於盡 第一個就是在這個什麼 我們把那個所有的核能核子彈拿潛艇有沒有 開到太平洋中間引爆大量的核子彈 造成兩千公尺巨浪 全世界到時候就剩下什麼 喜馬拉雅山不會被淹沒這樣 然後中國全部都被淹沒 全世界都淹沒 不管跟你同歸於盡 第二個是怎樣 他跑去喜馬拉雅山引爆幾千枚核彈 就讓你整個地球自轉改變有沒有 電影看太多了 對啊 所以地球毀滅 第三個就是在這個中心的這個地方 有沒有地底下挖一個洞 深達一萬公尺 不知道你的科技有沒有辦法挖到一萬公尺 我不知道挖下去之後 把所有的核彈埋在裡面引爆 讓整個地殼有沒有 塌陷啊自轉改變什麼亂七八糟的 所以他會不會指爆這麼嚴重 是不是他在某個地方在挖地啊 在實驗 開玩笑